各位記者理事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午安 剛才講說我們這一天工作的情形 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這一天 工作的一個情形 這一天都在玩 這一天整天都在台南 非常的愉快 那也試過各樣的一個小吃 也看過幾個景點 那也感受到台南人的熱情 那今天也是沒有確診的案例 在路上你就覺得 這是一趟不一樣的回家之旅 這個城市本身就是非常熱情 那昨天部長跟周署長 還有莊副署長還有張老師 他們大概看到是政府準備了那麼多 36道的這個各式各樣的小吃 心裡面應該都會有一個想法 到底這個要吃幾天幾夜才吃得完 上一次在台南住的比較久的是 2015年的時候在台南 為了登革就待了50天 真正50天 住了50天之後 覺得台南真是一個好地方 如果不能來常住 至少也要常來玩 大家好 並沒有常來台南 到了很多地方 看到了這個台南民眾非常的熱情 尤其在這一天之內 吃遍了這個台南的小吃 對我這種易胖的身材 恐怕這個回去又要重好幾公斤 不過這個非常的幸福 謝謝 部長因為那個台北市長夫人 陳佩琪女士 他說之前我們去韓世衛這件事情 那麼以他的英文能力來閱讀 他認為說如果我們對世衛有警告的話 這個說法太牽強了 我相信他這個已經都公開來的 有人看得懂 有人看不懂 我們沒辦法強迫大家都看得懂 不過我們是有這樣的感覺 每一個人有他的一個不同的見解 我們當然都尊重 不過我們很簡單講 就是說在前期我們當然對於病情 或是病毒的了解越不夠 那當然我們事先的方法就一定會越嚴格 那我們現在再顧及到整個經濟的發展 對病毒一個發病的期間 的一個染病的可能性 我們越了解 那我們當然可以在時間上 做某一種程度的放鬆 因為我們有持有這樣的一個最高的警戒 我們才能夠把疫情能夠控制得住 所以也沒有絕對說對中國的比較的嚴格 對歐美比較不嚴格 這完全是一個持續跟病毒的了解 跟這個疫情的了解情況 所做的各樣的決定